我们的心灵环保看不到 真的是看不到 那看不到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啦 人家说你放股山做事 你如果没做事 你怎么怎么办 我们放股山 就在放股山体系的月中 真的就是会抓股 所以马上举手起来 我放股山是在做事 我以来是要做事这样 那师傅就在残疾的时候 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提示 他说跟这些有领导能力的 有那个什么 还要说说有影响力的这些大人 讲话要经过大脑 你不经过大脑就像个大草包 我听到从此以后 我不敢随便举手 我不敢随便 一举手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跟他拚共 像我说 放股山有做我这么好 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有残座啊 残座也真的很棒啊 所以这个就是 还有我们跟他信众的互动 我们常常 师傅说用鞋子给人家穿嘛 我怎么做你要跟我怎么做 你没有跟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不高兴 那师傅也知道我的个性 包括我的家人 师傅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 我们的故事都没有他 他爱我没有爱我没有爱我没有爱 他很爱这样 两个都为好学这样 就请问师傅 师傅说你是你 他是他 你不能叫他跟你一样 这一句话 到了我大概20年以后 我猜想不是只有用在他的身上 可以说是用在我们整个护法体系 包括我周边的好朋友 我应该要这样子做 我不是我爱什么 你就一定要跟我爱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才应该嫁人的 是不是很难过日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师傅实在是 他跟我跟我说一句有的人 只要我认真走 他一定会跟你走 你是不是跟我搞的 所以这句我都聴取好了 我聴取好了 我真认真 我真的非常认真 因为我为什么 我很希望我的家人 大家一起来学佛 你学佛对我一个人生的改变 非常的多 包括我急性质 还有我喜欢富士万象 还有得理不老人 还说要心平契合 可是我理直契壮 要理直契壮 理直要契壮 但是我是理直契壮 我这个人是让人小 但我身影很大 说不都要贏人 所以跟我们蔡立芳的说一说 还好有学佛 因为我学佛了以后 我一直在改变我自己 透过残疾 透过书的开示 透过我们自己的打坐 各方面还有联友之间的互动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我们的现在有在说说 我们华谷山 好吗 都有这个给主资架构 我们当时华谷山体系的人 我们有主资架构 我们主资架构 有委员制 那么招委是代表地区的一个窗口 到总会去领一些 我们要做的事情领回来 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去推动 怎样大家来策划 是这样子做的 但是师父也很厉害 有一次我们就有学 一年选一次 年年都要重选一次 现在是两年一次 那师父好像有听到风声说 某某地区的灶位 他做的灶位很大 他刚刚把柳子做不到 当时柳子做不到 柳子做不到 人都做不到 但是我今天就来农产市 当然一个灶位非常大 师父好像有注意到 师父就这样讲 灶位不是最大 灶位你要爱人一节 因为灶位的目标是要向人来 董事来续行活法 真的要阻止滑鼓山 所以你要最大是怎么样 他师父在讲 十字明规 虽然师父这部十字明规 对我来讲 我是常常把他把握住 因为我早上做三年以后 我又五母子做十年以后 没人我做这么久 我就五母做你 因为我是有 听到师父的这十字明规 这十字明规一个好处是在哪里 我就是不要把我抬得太高 不要这个我放得太大 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地区 大家到底来做的时候 机会给大家的时候 我们不要很累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赵薇讲 如果这件事情全部由你来做的话 你二十四小时不要吃不要睡 不要吃不要睡啊 都不要休息啊 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如果你放给五个人做 你剩多久 稍微料都让十个来做 一人这两点就有了 师父我们整个护法体系做起来 他很好 所以师父给我这个十字明规 是让我的准个念头里面我发现说 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法古山的事情就是大家来做 不管他做得好做得不好 这是给大家机会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我们来坐过来 习性一连一概 因为大家互动 习性才会起来 有的我们讲 我是常座会走进赴法体系 大家说六婆山 他说我一天坐下 四点全部都要八点 我修行真好 我跟他讲 来做做照尾看看 我说照尾来做做看 你才知道 你的这个功力到哪里 然后你真的是可以收收吗 他骗我方向你吐两脯了 如果说到什么你懂得听话 如果说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懂得听话 就马上你不听懂吗 还是说等我休息一下 我人欠到去死 对吧 我说照尾 你们要把信息布达出去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不晓得 因为照尾是我们的窗口 做的时候 我们鼓励把人来做 我们刚才后边骗落 这样就好了 所以真的是 哎呦 为什么 那个师傅的那个 也曾经在残期的时候这样讲 所以我年纪越来越老了 你们要打坐 要来打残期赶快 不然我以后是用那个录音带 我就听到师傅说一句 我年年打残期 因为我有打残期 所以我的什么习性 跟我的整个光法 就借着师傅在残期里边的开示 包括尊吉向内观 所以我说能够做到十二年的狭招 跟三年的招位 这个是有原因的 不好意思 这个师傅有点 有点 我不会讲 我感觉我们周副总会长 说得最好 他能够很讲 但是现在吃感恩 我们师傅 把我们从这大福田给我们来做 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 好 我想借一下你的笔记本 借一下 我把重点跟大家复习一下 大家可以抄起来 这是师傅开示的法宝 师傅有几句话 这是师傅讲的 我想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他说真是忙 忙忙忙 忙得真快乐 累累累的很欢喜 这是师傅讲的 还有这个很受用 可以提供意见 不能坚持己见 在团体里面 还有理直要契合 目的是接引大众 来认识法谷山 了解法谷山 更进一步的修学活化 这是在接引众生的时候 还有师傅讲 自己 第七的事情 要自己解决 不要依赖师傅 还有说说话要经过大脑 才不会像个大草包 还有讲 你是你 他是他 你不能叫他跟你一样 但是呢 你认真 对